YA 歡迎回到90號廠東家國 我是YOYO 我是J 好臭啊 我們今天就來這個叫什麼 Falco Ranger 就來騎馬的 馬 去做騎馬這麼激烈的運動之前 當然要吃早餐打底 我們今天終於嘗試到梅花小碗的早餐 雖然叫做早餐 但其實時間也不早 因為11點才開門 我們點了這個 雪菜肉絲公仔麵 餐蛋麵 還有沙爹牛麵 雖然它的味道就不像以前家裡的茶器那麼好吃 但偶爾吃一下的話 都可以用來回味一下以前香港的味道 吃完這個早餐之後 我就出發去Falcom Ranger Falcom Ranger 就是Falcom Lake 和Falcom Beach 旁邊 這個馬場除了有養馬 還有養雞 這些雞 還要是走地雞 而前面已經有十幾隻馬入閘 準備開跑 這裡每個行程大概走1小時左右 每次大概10個人走 所以當你預約的時候 它就會再三提醒你 叫你不要遲到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阻礙之後的團友 騎馬的時候 其實它就不給你揹任何袋 或者拿大型相機 因為怕你那些東西搖來搖去 就可能會撞到一隻馬 所以我最後只是揹了一部小型機 看看可不可以記錄到一些特別的畫面 這裡上啊師兄 這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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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走錯路 它放了一條欄 當你成功上了這隻馬 它就會拉你去一邊 之後就會跟你說 如何控制這隻馬 還有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是千萬不要做的 控制這隻馬 就跟開車差不多 只要你不下brake的話 這隻馬就會慢慢向前走 你向左就拉去左邊 向右就拉去右邊 跟開車就差不多 這隻馬也相當先進 它已經有cruise control 絕對不會偏離行道 還有先進過tesla 你連導航也不用設定 它已經會自動跟著前面馬的車速一起走 嘩 嘩 不不不不不不 你還好嗎 Buddy 我們走的路段 都是圍著森林走一個圈 過程中 就不會有大上大落的路段 而且這條路 都是從森林開行出來的 所以就不會有很漂亮的景色可以看到 而且走的時候就要保持這個隊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隻馬就沒有cruise control 它經常走路就會落西地偏向一邊走 所以就要經常人手去調校走路的角度 對不對 在香港看跑馬看得多 來到這裡終於可以有機會騎馬仔 總括來說這個活動也是一個不錯 挺特別的體驗 其實原馬之後 由Falco Range駕駛幾分鐘 其實就可以來到Falco Beach 但是因為現在的天氣都開始冷 所以已經沒什麼人去沙灘環 而Falco Beach途中 會經過一兩間餐廳 其實在這裡吃一一間餐廳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在Falco Range 回到Winnipeg的途中 其實會經過Center of Canada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打卡地點 所以如果經過這條公路的話 記得不要錯過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幫我們CLS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